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干奶油鸡丁的做法 首先准备大约500克的鸡胸肉 先把它切成长条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鸡精 一勺麻油 两勺玉米淀粉 然后把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放在一旁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两根小米椒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把咖喱叶 加入一勺白糖 少许的鸡精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三个鸡蛋黄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蛋黄浮出泡沫就可以了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把腌好的鸡胸肉再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油热之后一个一个的放入鸡胸肉 用中火慢炸 把鸡胸肉炸至金黄色 然后把它取出来沥干油分 接下来把油温升高 再把鸡胸肉复炸一遍 大约30秒左右就可以了 30秒之后把它取出来 沥干油分 重新热锅开小火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两勺牛油 把牛油炒至完全融化 这时候边搅拌边加入鸡蛋液 一定要慢慢的加入鸡蛋液 这样鸡蛋液才能变成丝 接下来开大火继续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准备好的咖喱叶和小米椒 把它搅拌至浮出很多泡沫 然后就可以熄火了 把它淋在鸡肉上 把它淋在鸡肉上 然后把它沥干油分 接下来就可以装盘了 香喷喷的干奶油鸡丁就做好啦 鸡肉沾满了奶香味的鸡蛋丝 超级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